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盟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守法距离力争 在美国要成为律师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不单只要念满本科 以后再念三年的法学院 拿着法学博士 还要考试才能成为律师 所谓律师有了知识 可以帮助很多遇到法律问题的客户 但是掌握的知识 懂得的法律 如果心不正往往不单止 伤害了客人的利益 连自己的前途也断送了 今天我想大家介绍的 就是Michael Avanetti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的话 他昨天这上个礼拜 已经是被纽约的法官判处 两年半的劳刑 他在去年的时候 已被陪审团裁定 他勒索罪成立 当然除了判刑之外 加州还有三个案件 也面临同样的刑事起诉 我们看一下指Michael Avanetti 这一位从一个律师界的精英 怎么沦落成为阶下筹的故事 这一位名叫Michael Avanetti的律师 他的公司设在我们华人秘籍的 这个Newport Beach 他自己住在Laguna Beach 拥有豪宅 当然的话 他这个背景的话 也是像一般的美国的民众 一样他在1971年2月16号的时候 出生在Sacramento的一个中产阶级 他爸爸是一个啤酒厂的经理 后来他们搬到了这个Youta Colorado州 后来他们他是在Saint Louis这个地方上了高中 上了高中之后 他后来先从州的当地的大学里边去念本科 也后第一年完了之后成绩不错 转到了宾州大学来拿去攻读政治学 在政治学毕业之后 他在一边工作一边念书 一般一边的话参与选举 所以的话替很多教授 还有政治候选人 不管是民主党候选人 都做做这个所谓opposition research 在这个选举过程之中 你是支持这个受害 而这个是精选人的 但是你要知道对方怎么攻击你 对方的researcher研究人 会不会从你的候选人里边找到对 所以话你要自工自薪 来找这些助理来研究 对方可能会找到的把柄 以后做好防范措施 这种叫opposition research 以后他一直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他进了George Washington 这个法学院 George Washington 华星顿法学院 也是非常有名的法学院 所以话他从兵大本科以后 George Washington 的大学毕业之后 他的成绩都非常好 在George Washington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是全校法学院第一名 所以话他后来的话 他自己赚到钱了 也捐钱给的乔治亚 George Washington大学 华星顿大学之后成立的专门 一个是奖学金的 所以他自己的话作为律师之后 他先替大律师行里面做事 后来的话自己开业 他的主要的业务就是输送 以后用这种风险代理 也他代表了很多这些明星的 以后后来他真正有名的话 是在Daniel Storm这个案件 当时川普总统要竞选 以后曾经有一个脱衣五星 他说总统的话 跟他是发生过性关系 以这个理由的话 状告总统的候选人川普 后来封了口13万的 花了13万封口费 除了这个案子之后 这个Avanetti以后 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 他竞选 他也出来说他要竞选总统 以后当然在Kavanaugh中 才提名任命最高法院的法的时候 他也说我代表一个客人 曾经被Kavanaugh这个信骚扰过 当然这个的话 现在并没有事实的根据 当时这位律师 可以说是最红的美国的律师 没想到现在的话是在纽约 在去年的时候被定罪 说勒索Nike Nike这个球鞋公司 他故事是怎么发生的话 华尔街日报有强势的报道 我想跟大家解读一下子 所以当时的话 他跟洛汉基的另外一个名律师 叫做这个的话是马克格格 这两个律师马克格格也是非常有名 代表个斯卡特皮特森 在二十多年以前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跟他合作过好多案子 还有他后来从刑事律师 变成了一个人体伤害两边的座 所以毕竟人体伤害的案件的话 可以赚到钱 刑事辩护 他不一定能赚到钱 他以前是检察官出身的 后来的话 他在纽约开了律师楼 这两个人士的话 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的 以后马克那边的话 有纽约的律师事务所 在那边开了分布 他说我们现在有个案子 要请你来帮忙 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案件 这个案子里边是一个教练 他被这个nike开除了 但是他手上掌握了一些 对nike非常不利的证据 因为在之前我们节目也提到了 在NCAA大学联盟 他在法律上面 还不能够给这些大学高中生 求求求求求求一些奖学金 或者是不能够给他们bonus 不能够给他们薪水 因为他们不是职业队 但是的话为了吸引这些 这个打球很好的高中生 正于这些大学 所以一般大学联盟的话 这个好的名校 他会跟nike adidas这些的话 能够组成一个联盟 以后用变相的方法 就是说我不能够给钱给你 但是的话 如果你可以成为nike的发源人 代员人以后代员这个部分的话 这不算这个NCAA给你的补偿 所以用这种变相的做法 当然这个做法它是违反了NCAA的规定 并没有说是违反罚规 所以当然他原来高中队教练被nike解除合同之后很不爽 以后他说其实nike的话就是用这种变相的方法 以后给钱nike给钱球员的家庭 以后让这些家长说服他们的小孩子到这些学校里面去入学 这样子的话学校可以找到更好的运动员 所以这种做法的话是违反NCAA的规定的 所以这两个人的话 他说光好马克说我认识nike的人 因为我以前跟他打个交道 我认识他们的律师 我们就约他来谈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话就是在马克格格纽约的律师 在2019年3月19号的时候开始谈了 nike的律师也是过来认识马克的开始谈 他说我们发现的话 nike现在有这个问题 违反NCAA违法做一些违规的方法 向这些球员的家庭给钱 以后用其他的方法来隐盖 这个人的话可能是违反 不单是NCAA的规定 还是属于违法的 当然因为税务怎么报 所以他当时律师的话 他说这个部分的话 他说你看你怎么做了 后来他们马克跟迈克的话 他一直向量这样子 你付150万让拼请我们来做 内部调查成为Nike的律师 然后我们调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到此为止 当然Nike的律师他觉得奇怪了 内部调查应该是我们律师的事物 不需要你们来帮忙 但是的话他说你们会回去考虑 150万请我们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看起来150万 进行公司的内部调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相当合理的 但是没想到的话 在第二天里边的话他说 我这个他们觉得我们还要再去谈 150万只是我们的律师费而已 还有这些教练 还有这其他知情的人士 我们要怎么解决可能要额外的费用 所以谈的时候的话 这个律师感觉的不对 他说你这个不是勒索吗 那要我们强迫150万 请你们做律师 并且这个问题将来还有一个大的口 并且你说你现在的话抓住把病 那要求我们一定要请你们 这个好像是违法的 所以他们在开完会第一天19号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报案 FBI听了以后 这两个都是大律师 以后再加上的话 这个Stormy Daniel这个案件的话 让艾伯特尼 麦克尔的话大名声大震 以后他们对这个案子的话 也是非常感兴趣 再加上 Nike请的律师 以前就是做检察官的 他们懂得刑法 也有检察官里面的 这方面的人脉关系 他们就开始立案 然后探员刚开始不相信 他们律师怎么可能会 来用这种方法来勒索你们Nike 他说我们要取证 所以他叫了Nike的律师 带上云密的摄像头 所以他们又开始 第三天再开会 第三天开会的时候 这个部分 这最致命的 我们刚才讲 150万的律师费 可以说是合理的 但是的话 没想到一开口 他就要说 我们不单只要我们的律师费 同样的 你们还要给到2500万的赔偿费用 将这个事情就完结了 我们会将这个事情让它消失掉 25 million不是1.5 million 这个更大的数额 以后当然Nike的律师 他要采证 已经在录像之中 他们不知道 以后Michael跟Mark都不知道 没想到他们两个的话 就是说这个扮演的 所谓的Good Cup Backup 这个Michael不作声 不是这个Mark的话 Mark Garriga不作声 以后说的话他没有被起诉 反而的话是这个Michael 还没天阿们奈提 他就批命就说 你看看的话 你们这个Nike 如我们要求25 million的话 是合理的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消息一报出去 你们Nike是用这种违法的方法 来招来来跟大学NCAA来联盟 来做这些这些违法的事情 我一单指这个消息暴露出去 你损失的不是25 million 你损失的是5亿10亿 因为股市的话这个震荡很大 并且他说Adidas 他的一个经理 也是跟你们情形一样 然后后来了Adidas的话 被刑罢联邦案子起诉了 就是因为他给钱收买学生运动员的家庭 以后这个钱的话偷税漏税 所以你们这样子做的话 肯定会被起诉 当然后来他们因为Nike的律师 跟探员一直在配合 他们一直来激怒他 因为我们不付你这个钱你会怎么样 我们不付这个钱 我们就开记者会 你们就会你们旁什么理由要我们付这个钱 以后他说 因为我现在的话已经抓到你的把柄了 以后我们不需要怎么理由 你不付这个钱 我就开记者会暴露所有的这个事情来 证据全部确凿 这个的话你没有什么理由 你就要去付这个钱 因为你不付这个钱 我就将新闻曝光了 以后所以这个案件 后来出这个会议 这个完了不久 纽约的检察官 联邦检察官将他逮捕起诉 当然Mark的话没被起诉 因为他一直保持没有讲话 以后讲话的都是这个这个Michael来讲 这个案件最后起诉 他认为的话 就说这个我并没有勒索你 我是有理由 我是代表客户来跟你谈判 客户是谁呢 以后没想到这个运动员黑人的家庭 并没有聘请他 那你代表谁来向Nike要钱呢 大家之后陪审他都不相信 他有代表任何人 他只是找到了一个证人 就是这个教练不满的教练 所以以这个理由的话 想办法从这个Nike公司勒索2500万 不单止没有成功 后来的话还被起诉 当然的话 在过程之中 陪审团的话也呈呈呈呈现了 这个也是看到了检察官所提供的证据 他说他有这个犯罪要勒索的动机 为什么 Michael他投资了这个叫Tully 以前我们成长会喝到的咖啡 他是跟这个Staba来想办法竞争 没想到了Tully这家公司后来破产了 Michael自己的话购买下来 还是没办法来经营 后来欠了一大笔债 除了这个之外 他自己的话喜欢开快车 他Ferrari还有很多十几架车 以后都是一样 以后他需要这个钱 以后在Stormy Daniel这个案件 他是没有赚到钱 因为赔偿只有13万 以后没想到这个案件 在代表之后 他出了一本书 Stormy Daniel 出了一本书 一本书的出版商给了30万 Michael的话 他自己咖啡连锁店 没办法经营下去 他的车子的他每天 每个每个月的生活开支 大概要20万 所以他非要拿到钱不可 没想到他的钱的话 连Stormy Daniel 这家这个钱都想办法吞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Michael的名字 直到他代表了Stormy Daniel 来告川普才出名的 没想到的只是30万而已 他也要吞掉 以后他说13万我跟你分了 我扣了我律师费 但是book deal 你出书这个版税的话 应该是属于我的 以后Staniel Daniel的话 他也是说这个钱 应该是属于我的 以后你可以扣除律师费 但是你不能够吞掉 后来的话他也是告了 这个michael 所以这个案子非常多 这个案子 所以在去年经过陪审团的审理 最后extortion的罪名成立了 当然成立的话 他并今年被判处两年半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在罗汉基地方的话 他还有三宗案件 然后Staniel也是告他 你吞我的钱 还有另外6个客户也在告他说 你拿到我的钱 你没有分给我 保险公司已经赔偿了 但是你没有给我的赔偿费 你自己吞了 以后这是在7月20号也要开审的 在Santiana同样的 这个有一个他在过去 以后在因为投资咖啡店失败 他欠了一批股债 然后他想办法的话 就是宣布破产 想办法来转移产与财产 现在联邦政府并且的话 很多他以前经营的律师事务所 partner也在告他 以后很多员工税 还这些不管是连锁店的咖啡 咖啡店的连锁店的 职员的薪水扣的联邦税 还有他律师楼的扣下的员工税 应该是交给IIS都没有交 所以话政府也在告他 两宗刑事案件还没有了结 当然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连他的教授的话都觉得 他是在法律界在Georgetown里边的话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好的学生 但是没想到因为他太贪婪了 让他自己不单只伤害了自己客人 连他的自己的前途也是全部断送了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